绿豆芽炒蒜黄这道菜非常的好吃 有基础含量需要火候 怎么炒好吃请看过程 网友们好 网友啊 要求做一道绿豆芽炒蒜黄 感谢你的大力支持 天天学做菜健康自然来 来咱们下面把蒜黄先清洗一下 蒜黄洗好以后把豆芽也洗一下 放入点食盐 重洗一下控干水分 蒜黄洗好后 找个干净的毛巾把水分擦干 或者找个通风处晾干表面的水分 防止炒天出水 豆芽也是用同样的方法 如果你要不吸干水分 一炒豆芽脱水 谁炒都出水 再高的时候也不行 一定把水分吸干 或者是用风吹干 切点葱姜沫 再切点青红椒丝配色 准备一两五花肉 切成颗粒 放里面蒸香 也可以素肠 切好以后放在盘中 蒜黄 晒干以后 咱们改一下刀 头一刀不要 防止有泥沙 切成段 切好以后 从中间分开前后 分开放 把烧烧热 放在食用油 晕下勺 防止炒油沫粘少 烧纸毛鸭倒出 热锅凉油 放入切好的油沫 炒出水分 炒出油脂 继续翻炒 炒出油香味 现在我那个油就特别香 放入切好的葱姜沫 炒出香味 放入酱油爆锅 水牛沫上色 放入黄酒 把水分炒干 水分炒干以后 天气有多大火 开多大火 这套菜虽然是一道家常菜 但非常的不好炒 有技术含量 放入豆芽 蒜黄的 净部 还有青红椒 大火翻炒 炒出炒香味 锅气味 通过炒热 把豆芽的水分蒸发和吸收 豆芽就下水了 不要扫几些油水 一定要大火翻炒 大约在一分钟 让豆芽断生 有的说豆芽炒二菜之鸟 那是不可能的 那是不重的 继续翻炒 炒至大约一分钟 放入蒜黄叶 翻炒两下 烹入 炒点醋 生香 热味有点酸好 豆芽更鲜脆 放入味精 放入 盐 大约两盏半 最后放盐 翻拌均匀 关火除炒 这底下汤 一点水分没有 来装盘 这道菜非常的不好炒 豆芽还要炖生 还要保持豆芽的脆感 是有技术含量的一道菜 你要是豆芽炒出水了 就证明你失败 好 好吃的豆芽炒蒜黄 完成 好朋友们来 我请大家 给这位网友品尝一下 看看咱们这豆芽炒蒜黄的效果 记住过程 炒这道菜 你说什么 勺不离火 火不离勺 一定要炒出过气 或者是勺香味 用勺热蒸发出水菜 看炒到现在可以说不出水 还要保持豆芽清脆 还要断生 来我品尝一口 肉口啊 豆芽非常的清脆 咸咸实意 这道菜非常的好吃 感谢网友们的大力支持 有什么要求 请你留言 我们下个视频见